民眾顏面低頭寸步難行 一群朋友撐傘來逛街 通通站不穩 整顆頭黏在傘上 還有觀光客的雨傘被吹到 只剩骨架 風一來了 然後就反了 然後就沒有了 本來想說在飯店待一天 然後他們說可能 看一下應該會有電視開的 然後就出來走一下 大稻埕的煙花街 就是颱風 然後它就取消了 然後就去不了 風大道店家的遮雨棚支架 都被高高吹起 凱米颱風升級成牆台 暴風圈陣籠罩台灣 台北市新門町商圈 風勢強勁 時不時降下暴雨 在颱風架這天 依舊有不少逛街人潮 但風雨變大 也陸續傳出災情 這次的凱米颱風 帶來的雨勢風勢都很強勁 尤其在台北市新門町這邊 有一塊鐵皮是不敵強風 直接被吹落到地板上面 鐵皮掉落往前幾公尺 連大型的垃圾桶也被吹倒 週三午後強台凱米 有感變強 就怕淹水店家在店門口 擺出一排沙包吸水 鏡頭再轉到台北新光三月 站前點 受到颱風影響 台北市刮起強風 尤其在齊樓這邊 您可以看到有餐廳的招牌 晃動得是相當明顯 高樓大廈風切口超強震風 撐傘的民眾抵抗不了 街頭傘花躲躲開 而颱風天百貨公司修館 電影越野暫停營業 街道上人潮變少 幾乎變成空城 觀光客不畏風雨 還是要趁遊玩期間 出門逛逛街 氣象署就提醒 越晚風勢與勢 勢必會再增強 凱米台風清台 全台嚴防戒備 東升宣言學育珠溫有臉 台北報導